果然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这个世界终究颠成了我想象不到的样子 只因汽车和电动车在小区门口相撞 双方都说是对方的责任 车主大哥说是他们碰瓷 其电动车的夫妻俩却说是汽车状的他们 双方因此吵得也是不可开交 大姐还不断地用手指发出魔法攻击 车主大哥一怒之下就踢飞了大姐的头盔 大姐见状也不在手下留情 直接使出一招头怀送抱 一头就扎进了车主大哥的怀里 猛逼的大哥赶忙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动手 并对着大哥的老公说 你看我可没碰他 一个劲的解释和自己没关系 就这样僵持了几秒后 大哥无奈地甩手推开大姐 这轻轻一推可了不得 大姐的灵感瞬间就爆棚了 直接来了一个顺水推舟借力打力 一转眼就躺在了地上 而此时的大哥只是原地高速运转了三秒CPU 便立马脱下外套 本以为大哥会给大姐盖上 展示自己最后的关怀 谁承想大哥不走寻常路 直接把自己给大姐盖上了 这一操作把一旁观战的大姐老公看傻了 一边指着大哥赶紧起来 一边拿起路边的石头 就要给大哥物理攻击 而面对威胁的车主大哥还是不为所动 此时的丈夫彻底蹬不住了 一怒之下做了一个违背老祖宗的决定 好好好 我本以为做好准备了 显然是我做少了 这剧情没有一部是按照我预想走的 看来男人对于迭罗汉的痴迷是刻在骨子里的 就连一旁经过的路人都有一种想趴上去的冲动 啊